有一點協助,然後中海拔的檢測, 那終於,台灣為什麼遷切全面性的紅葉景觀? 大遷徙來到台灣的時候,一定有像溫代國家的,這是從溫代地區來的啊。 那是因為在台灣的演化過程當中,台灣太潮濕了,把一大堆肉葉樹淘汰掉。 那這肉葉樹最後跑去哪裡?跑去西谷,那為什麼太潮濕? 因為肉葉樹呢,它的特性就是有辦法渡過一年裡面有幾個月的乾燥季節。 當乾燥季節的時候,它採取肉葉特類,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它能夠累積光合作用量。 拜託各位把,如果一定要講一句話,這個我們不用再講。 它就把,它掃掉了這個光合作用的累積量。 所以它在整個支援的年紀上就輸給人家。 可是它在惡劣的地點,它就有辦法,這個就反而會勝過人家。 台灣的西谷地通常是水分呢,會有半年比較的乾燥的這個地點。 所以落葉樹呢,最後就跑到西谷地,西谷的地方去了。 聽不懂我們到阿里山的時候在西谷的那個,因為我現在剛才會受到多多多的這個影響。 我這個就差一點,我就進去再查。 好啊,你懂。 OK,第二塊,這個風箱在電話的時候。 那個這一顆呢,也是我講的阿伯。 你看,這個有多大,你從人的聲音去講就好。 這個反應才。 這個我們在阿里山有機會,我會獲得另外一次,講中海拔的植物。 阿里山負里塞的植物,一種一種介紹。 你如何來做解說,如何因應不同觀眾。 當時三十年前,我自己的挑戰就是。 你講給孩子,講給學生,都沒有所謂的知識分子聽,都夠了。 有材料,我們來講中,講給學生,跟阿伯來聽。 有學問,不是說聽不懂。 是怎樣?深入請知道。 好,他以前在我的當中,你剛才大學裡面,那個時候有一個, 那個時候有一個,我自己覺得了不起。 那天就跑來啦。 老師,我來問你一個問題。 他說什麼問題啊? 他說,台灣自從進入後現代之後,解構之後, 怎麼怎麼台灣的環境運動進入什麼。 他就說,汪淡淡,等一下,等一下。 我的問題太有學問的類似。 請你告訴我什麼叫或現代,什麼叫解構,什麼叫結構主義。 他就開始解釋。 他沒解釋一個,我就在問他一個那個更細的更詳細的人。 問到後來,他就說,老師對不起,其實我都不太清楚。 我說你不太清楚,你拿這些所謂的問題要來問, 我只是為了要請到你自己。 臺灣從沒有解構,何來解構? 我告訴你一個原則。 你會發現到現在呢,都不想到很多什麼。 現在是輕時大概好一點的。 不至於像以前那樣。 如果有人覺得再怎麼樣, 那你就請教他,把他請教死。 一直問他,把他問死。 他就會死給你看。 但是你本身要具有一種運力, 你真的只是想學習的時候, 就是最佳的力氣。 不能說,什麼人在辦公室,什麼人在辦公室。 你有材料真是簡單的, 不要有一大堆零食。 所有的道理都可以表達出來。 為什麼通事教育課程現在都沒有什麼好老師。 我心目當中的通事教育的老師是像誰, 你知道嗎? 佛陀啦,耶穌基督啦,孔子啦,孟子啦, 蘇格拉比啦,那些教育課給你們尬通事。 那你現在把那種專家的這個東西拿來啊。 哇,這個很難。 OK,OK。 哇,這個,我現在給你們, 好,這都有附有的節奏。 所以我就不要講,另外我有給你們一整套, 用我簡單的,最簡單的一個相機拍了。 很多人會,就是說,在最小之間啊, 我會把一個器物玩到它的最大利用。 像Sony的一個小小的那種傻瓜相機啊, 我可以拍出那麼漂亮的東西。 那很多人都是買的最好的, 萊卡的什麼瓜哥的。 他不曉得萊卡其實是拍人比較好啊。 要拍自然的東西, 萊卡那個風味又不搭適應。 那很難說啊,看你怎麼樣。